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上海復旦大學有一位畢業生上台 打了法學院院長一拳 登上了中國勒手 而這位學生在朋友圈上面嗆 大不了行政拘留15天嘛 把我給嗆S了 我也不怕 還發表了四大復旦大學貪污腐壁 官場風氣太重等等的問題 結果就在這篇文章出來之後 微博馬上把關於復旦大學的事件 還有學生S老師這事情全部的關鍵字 給屏蔽掉了 即便能發出來的圖片也都是破圖 別人看不到你發什麼圖片 太搞笑了對吧 對中共有利的就上熱搜暴徒 暴民學生 搜索熱度還到了6500多萬 結果被爆料官器太重貪污腐壁之類 直接下架我不給你討論了 沒有這件事情了 討論過就好了 現在討論別的 我們來看娛樂 這個就不討論了 昨天今天推特一打開 在中國各地也有7到8起的RUNS事件 像是上海捷運 青島跳S對吧 而現在還有小粉紅出來說 那個打院長的是一個台灣人啊 有一次他也假借要回台灣 結果跑去成都玩 還有在疫情期間 封校的時候他也翻牆跑出去 如果他是台灣人的話 那就只能說他求人得人啊 過去那裡生活 讀書就要好好享受那邊的生活待遇對吧 要懂得政治動盪下的政策隨時會變 說來就來 例如封校我都不敢想像疫情期間台灣學生 被封在校園裡面什麼一兩週兩三週 我不敢想像果然是人權大國 而這一次暴雨不僅在廣東梅州地區發生對吧 跟福建還有江西的交接處也都是受災嚴重啊 而不僅這些地方啊 廣西的柳州桂林也傳出了重災 火車站都被給淹沒了 桂林啊最為嚴重 中共指出這是26年來最大的洪災 水位上升至148.5公尺 我們稍微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我們連到不停炸裡面啦 原來嚇了動手 都不出不去 好天啊 真的被淹了就騙了 哇這個意願也是哈 哇這個已經淹到燈的一半了 哇你們坐船啊 你看這個 哇招牌肉已經淹到三分之二了 你看多深 看還有人困在車頂上划船 哦試問一下到底2023年2020什麼時候看到 台灣人被困在二樓三樓 然後坐在車頂上 或是划船在馬路上 真的可以划的那種 拜託啊那些催中國棒棒的人啊 每次台灣有颱風來的時候 或是大鮑魚 淹到腳踝都嗆死了 蛤台灣不過如此嘛 然後中國每當淹水到二三樓 你們就繼續裝蝦 中國高樓大家好棒啊 中國發展很好啊 成都美食很好吃 蝦咧 你就看假如中共統治了台灣 那汐止這個地方 它會變怎樣 我跟你講還是淹 汐止那邊可能會變成很多的高樓大廈 過多的高樓大廈 然後有一部分是爛尾樓 因為如果台灣是給中共統治 那疫情也是受中共政策的影響 那這個斷供資金鏈斷供 那也一定也是存在的 所以爛尾樓會四起 每天都看得到抗議的業主 在汐止那邊抗議抗議 然後被那個打江山部隊打 對吧 然後暴雨颱風來的時候 就淹到兩三層樓高 盜賣物資 哦號召幫助台灣省汐止人民 然後大家就愛黨愛國 感謝政府 全廣西目前統計有43.1萬的受災 河南甘漢 廣東廣西 福建部分地區大洪水 習近平現在跑去西藏求佛 當然啦 粉紅高興就好 現在還傳出什麼 中共大缺錢 就在這幾天 許多中國上市公司被倒查二三十年的稅 被質疑 是財政惡化下的中共政策 沒有錢可以耗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 還有網友借用讓子彈飛了一個橋段 加以改編 說什麼呢 兒成的稅已經被收到九十年之後 沒有稅可收啦 沒有錢可撈了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可以收三十年前的稅 沒有給我好處的 全部都可以用莫須有的罪 安他一個逃稅罪 例如啊 我就是要從他身上薅兩百 那你是要被我安一個莫須有 然後罰五百 還是你自己私底下給我兩百呢 還有網友啊 拿燕雲十六週的案例來諷刺啊 借骨諷金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趙光毅想收復燕雲十六週 燕雲十六週就是食禁堂送給七單人的對吧 苦餘均費不足找趙普商量 趙普看完互測帳簿之後告訴趙二 關家河南河北的稅已經收到五十年之後沒辦法收了 趙光毅沉吟一會兒 突然一拍大腿 有了 讓他們補繳唐朝的稅 還有一張啊 是網友用明帝國的案例舉例 你看哦 大明廣朝1566年國庫空虛怎麼辦 第一步搜刮底層 苦一苦百姓 罵名我來擔 第二步 抄大商人 省一時的家 第三步 抄地方貪官 正和的家 第四步 抄內閣大佬 普天之下 無心縣市 這都只是標準流程 還有人說什麼呢 本想殺雞取蛋 沒想到雞先S 那就有網友指出啊 先前胡溫時代承諾的 政府招商補貼啊 現在啊 全部都給否決掉 就跟中英歷史文件一樣啊 而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還要求啊 你不僅要補稅之外 你還要退還以前 我給你的福利跟補貼 搞笑對不對 可見中共真的沒錢了 還有台灣人想過去發展 我也是看不懂你在幹嘛 只能說祝你先服啦 那這波操作下來啊 企業被中共割韭菜 企業就會家旦 對員工割韭菜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經濟 這麼爛 為什麼這麼難找工作 為什麼一個五六千的工作 要二面三面 為什麼要五六十個人去搶這個工作 而且這工作的市場還那麼長 但是民眾是被老闆直接開刀 所以他會直接 認為是老闆的錯 明遠就會跑到資本家身上 自顧以來不都是這樣嗎 所以這就是中共的圍觀之道 你們就不會想想 明明就五六千的薪水 扣完什麼五險一金 我剩三四千 欸你們的這些五險一金 我還不說其他個人所得稅 你這個超重的耶 那相對來說 你們的福利呢 比台灣差太遠了 這就是中共好你們第一步的辦法 然後現在他又加大要好你們 因為在最終企業家會轉移到民眾身上 那你們也不要怪企業家嘛 你們就怪中共 但你們不敢怪中共 企業家也不敢怪中共 對吧 所以都是互害的社會 因為你們也沒有選票 企業家也沒有選票 你們更都沒有槍桿子 所以今年為什麼發生了 40多起亂S村幹部或是中共黨員的事件 你能想想2024年的台灣 哪怕五起就好 S國民黨員或是民進黨員的事情嗎 不敢想像對吧 因為我沒有選票 所以事情可以不用做到這麼的絕望跟極端 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 就為了刺激發展經濟 放寬了非常多的稅制 很多地方都實施包稅制 當然我也曾經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文章 但我不知道真偉哈 只是跟大家分享 你們自己去判斷 總之我看到這個文章他寫 他體制內的朋友說過 聖上去年在閉門會議的時候 大罵胡江兩人 說他們的時代 借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國未來 那導致他現在沒有錢 可以還這些未來 而且他必須還 所以他非常痛恨胡江兩人 而中共這幾天發現 謊言被揭穿的出來 闢謠說沒有倒茶三十年 如果你合法繳稅就不用怕補稅啦 搞笑對吧 這不就跟反送中一樣嗎 你只要不違反 你就不怕被送中 你只要愛黨愛國 你就不怕顛覆國家政權 你只要被鐵拳之後 不上訪拉橫幅 你就不怕被巡訓之勢 這是什麼搞笑的中共邏輯啊 中共當初也說沒有封城 都是民眾自願待在家自主管理的 後來老百姓忍無可忍要求自主封城 所以啊中共為了尊重民意 只好封城 你們該不會都忘了吧 那這次又要說什麼 啊這是這個地方企業 看到好多地方政府都發出了 要求公部門 勒緊褲腰帶 過緊日子 所以自發性的捐錢給國家 建稅國家 一個朋友來這出差 客戶說稅務局讓他補繳 八千萬人民幣的稅 兩百人的企業就瞬間沒了 而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最近在各地也成立了什麼 緊稅合作中心 和融乘坐站啊 黨團建設啊 宣傳教育啊 情報為一體 利用大數據分析 AI技術等去分析任何逃稅有關的案件 所以我們只要發現中共一旦有出現 唯一就會成立什麼 各種亂七八糟的什麼 去年不是什麼農館大隊成立嗎 前幾年有什麼 大飯鍋啊 人民公社那種復刻板 對吧 這些部門都是拿來耗錢的 或是割地方老百姓的 前年大飯鍋那邊割碗 人民公社復刻板割碗 然後來去年割什麼 農民嘛 農館大隊嘛 打江山嘛 那現在又要割大企業家了 厲害 牛啊 真的牛啊 昨天國際媒體數據指出啊 有錢人出逃換國籍的比例來說 中國是名列世界之冠 而二瓜多的政府也宣布 暫停中國旅客的免簽措施 為什麼 原因就是太多中國人假借旅遊免簽 然後 從二瓜多走線到墨西哥 再一路到美國 加州或是德州的邊境 搞不搞笑 一堆中國人想出逃中國 一堆舔共的台灣人想回歸中國 今天中國這麼好就是一堆歐美台日人 走線投入去中國了 而今天就是中國股市大漲 不會一直卡在三線上下打保衛戰 曾經我遇到一個舔共的長輩 他大誇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之下 多棒多好 多繁榮 我問他 你買了幾張中國的A股 中國的股市你投資了多少錢 一張都沒買 反而是買了台積電啊 美股美基金 但他也是打著以美論的人啊 你說這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帶大家來看一個 搞笑的圖文 一定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來一個小粉紅在6月2號 發出了第一篇消息說 假如時日無多 但願能在長眠之前看到台灣回歸 然後不出幾個小時他又發了一篇文說 沒想到 我竟然癌症晚期了 治療藥費這麼貴 要把所有可以變賣的東西都賣光了 我也治不起病啊 體重驟減 我能說什麼呢 求人得人啊 我們來看下面的網友說什麼 哈哈就算回歸了又怎麼樣 你醫療費能免費嗎 你這個病如果在台灣治的話 花不了幾百塊了 微觀 說真的你也看不到了 一個不想 來自一個不想騙你的人 這就是上天對你懲罰 也是你應得的啊 回歸了 跟你一樣的癌症治不起嗎 人家台灣看病免費 沒有看病免費 是相對你們中國來說 相較之下 趨近於免費 台灣本地人看病 雖然最後看不好 但費用也不會超過2000人民幣 我丈夫半年前因為癌症去世 現在我只想對你說積極接受治療吧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放手 我是拜託 下次見 拜